当Hamilton在2012年离开麦拿伦之后 加盟了当年还未有成就的评质 不少人在当年都质疑Hamilton的选择 究竟Hamilton离开一支传统劲女 加盟一支成立无奈的车队能够达成什么呢 结果麦拿伦在2012年之后开始踏入低潮 而Hamilton就能够和平治一起创低不少记录 又有谁能估计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应该不少人都有想过 如果当年加盟平治的不是Hamilton 历史又会怎样被改写呢 这一集就等我说一些如果的故事 有哪些车手曾经接近加盟哪些车队 但最后又未能够成事呢 当Schumacher选择在2012年赛季结束之后退役 平治就需要找一位车手填补Schumacher的位置 当时平治就有两位候选人 第一位就是Hamilton 但当时Hamilton已经和另外一支车队开始商讨合约 平治都知道他们未必能够成功签低Hamilton 所以平治当年就有另一位候选人 就是在2012年之后将会离开印度力量的Holkenberg Holkenberg虽然在2011年未获得正选车手的位置 但他在2012年的表现优异 获得63分并排在第11位 加上他德国车手的身份 令平治考虽签低Holkenberg代替Schumacher 但最终Hamilton和另外一队未能够达成协议 而Nikid Lauda也成功游说Hamilton加盟平治 Holkenberg最终和Saba签约 如果当年Hamilton真的加盟另外一队 Holkenberg转头平治真的成事 Holkenberg又有没有机会获得世界冠军呢 而他未能够登上颁奖台的记录 又会不会被改写呢 刚刚提到Hamilton在2013年加盟平治之前 是有机会加盟另外一队车队 而这一队就是红牛了 当年红牛已经连续三年获得车队和车手冠军 Hamilton就连续三年成绩麻麻 最终他选择离开麦拉伦 而Hamilton当年第一个选择不是平治 而是红牛 当年Hamilton希望加盟红牛和Fato合作 而红牛都乐意和Hamilton商讨细节 两者更加在当年的英国站有详细讨论过合约条件 而最后红牛的大老板Dietrich Mataschitz 选择给决定权Mark Webber 即是Hamilton可能会代替的车手 Mataschitz向Weber表示 如果他选择留下红牛会和他逐约 而Weber当然选择留下红牛 最终Hamilton加盟了平治 而Christian Horner当年表示 红牛不可能同时照顾Fato和Hamilton 而他当年都为Hamilton加盟一对比较慢的车队而开心 但结果就…… 如果当年Hamilton真的加盟了红牛 在平治赢到七届冠军的会不会是Rosberg呢? 又或者Hamilton和Fato能否延续红牛在2010年代初的王朝呢? 如果要说其中一个和其他车队拆身而过最多的车手 就一定要说世界冠军 Janson Button Button在2008年本田宣布退出F1之后 他知道他的F1席位未必安全 所以他和其他车队都有讨论过合约 而当年他最接近的车队就是Tororoso 但他知道Tororoso需要长期处于红牛之下 所以他在Tororoso未必会做到好的成绩 加上本来的本田车队逆手变成Bron GP 并且挽留Button令他最后留下 而Button在2009年拿到他生涯唯一一个世界冠军 创低了一个童话故事后 在2010年加盟麦拉伦 Button和麦拉伦的表现令弗拉尼希望他在2013年加盟 Button和弗拉尼之间的讨论更加已经达到只差签约的地步 但Button最后选择了留在麦拉伦 他在麦拉伦再度过失望的三个赛季后 选择离开麦拉伦 而威廉士希望签下Button代替MASA 但Button已经对F1感到厌倦 又有谁怪到他呢? 始终2008年之后的麦拉伦的确是一个不移九流的地方 Button在麦拉伦效力6年之后希望退役 所以拒绝了威廉士的合约 如果Button在2013年加盟弗拉尼 他会不会赢得更多呢? 而他如果在2009年选择离开Bron GP 当年的童话故事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其中一位生涯充满如果的车手 就一定是Alonso 他在他生涯中做了不少在当时非常合理的选择 但结果往往都强差人意 其中一个如果就在2009年 当年Bron GP成功挽留Button后 还需要另外一位车手 于是他们就向Alonso招手 但Alonso看到Bron GP的前身 本田在2008年极差的成绩 加上他在Reno能够赢得分站半军 他当时拒绝Bron GP 看似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没理由加上一支完全没有保证有竞争力的车队 但又有谁会猜到Bron GP的实力 足以能够赢到冠军 而另一边Reno的竞争力就一落千仗 结果Alonso这个选择 可能成为了他生涯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 如果他选择了加上Bron GP 他会不会能够打败Button成为三届世界冠军呢? Botas在2014年和2015年 在威廉士的表现非常出色 登上了8次颁奖台 在车手榜上以第四和第五位完成赛季 吸引了其他车队的注意 其中一对非常希望签低Botas的就是法拉里 法拉里向威廉士表示他们对Botas有兴趣 并希望能够签低Botas 被他在2016年拍档Fattle 但是Botas和Williams的合约在2016年之后才结束 法拉里当年落以支付委约费 并以额外的金钱换取还有一年合约的Botas Botas也希望能够跟法拉里商讨加盟的可能性 但是关键的威廉士车队拒绝放弃Botas 阻止Botas离开 而Botas当时都非常不满意威廉士车队的决定 但是无可奈何继续代表威廉士参与2016年的赛季 最后他在2017年加盟平治 其余的就是历史 如果当年Botas成功加盟法拉里 他又会不会避过成为Wingman的命运呢? 又或者他始终要成为Wingman 但是协助的目标不同了呢? 2013年Mark Webber宣布退役 代表红牛需要一位车手填补位置 当时不少人都认为Ricardo会顺住红牛的系统 由Torarozzo晋升上红牛 而最后的确是由Ricardo获得位置 但是Ricardo并不是红牛首选 当年红牛第一个考虑的人选是Riccone 因为Riccone是一位世界冠军 拥有多年的经验 并且当年在莲花的表现非常出色 刚刚打破了当年F1的连续得分纪录 所以红牛优先考虑Riccone 并不是表现比较出色的Ricardo 但是红牛再次担心不能够照顾Vetto以外的另一位顶级车手 结果放弃了Riccone 而Riccone在2014年的成绩出奇地比Vetto好 Vetto就在2015年加盟到法拉里和Riccone拍档 如果Riccone加盟了红牛 Vetto又会不会留在红牛呢? 而Riccone看到自己没有机会 他又会不会转投另外一支车队呢? 之前一直说F1车手之间的转会 现在就让我说一下其他和F1刷新而过的车手 Sebastian Loub这个名字各位应该都听过 如果不认识他的话就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他 Loop是一位Rally车手 他在2004年到2012年间 连续赢到9届WRC冠军 所以他被誉为历史上最好的Rally车手之一 而他在2009年赢到他第6个WRC冠军之后 红牛希望给Loop一个机会参加F1比赛 Loop在2009年年初已经为红牛做测试 令红牛对他有信心 给他Toro Rosso的位置参加当季的阿布萨比赛 并希望Loop表现不错的情况下 给他在2010年参加整季赛事的机会 但是Loop最后没办法获得参加F1比赛必要的Super License 所以他最后没机会参赛 而Loop这次和F1刷新而过之后 就没机会再次挑战F1 如果Loop当年能够参加比赛 他又会不会能够向Red Bull的席位挑战呢? Valentino Rossi这个名字 同样应该有不少人听过 同样是不少F1车手的偶像 例如Norris和Albon都视Rossi为偶像 应该没人会质疑Rossi在电单车界的成就 但是他也曾经有机会挑战F1 Rossi在2004年收到法拉利邀请试车 而他在当年4月应要在Schumacher陪同之下做测试 Rossi戴上了Schumacher的后备头盔第一次驾驶F1赛车 而Schumacher都赞赏Rossi的表现出色 2005年Rossi再次登上法拉利的战车 Rossi当年表示他驾驶了很长的距离 并想更加仔细地了解F1 Rossi在2006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试车 虽然他在湿地上线态 但是他在剩余的测试内都没有差错 Schumacher对他的表现都感到震惊 那时就是Rossi距离F1最近的一刻 他已经完成了超过1000公里的测试距离 他在MotoGP和Yamaha的合约刚刚完结了 Schumacher打算在2006年后退役 弗拉利真的有考虑先给Rossi做试车手 之后再给常规的车手职位 但是Rossi不满意他不能够获得正算车手的位置 而他只能够驾驶一较比较慢的赛车 所以他拒绝了弗拉利的提议 回到MotoGP和Yamaha续约 虽然Rossi并未能够正式加盟F1 但是他一直都有参与弗拉利的测试 而Rossi第二次跟F1刷身而过 在2009年在MASA以外受伤之后 顶替的Luca Badua表现不如理想 弗拉利再次考虑让Rossi坐上驾驶位置 而Rossi也跟弗拉利讨论参加Monsa的赛事 但是最后双方都因为Rossi无机会测试 直接参加比赛太无险 所以取消了这个想法 如果Rossi真的在2006年由MotoGP转到F1 他又会不会能够成为计John Sertis之后 第二位在两个车和四个车的顶级赛事 都赢到冠军的车手呢? 如果他在F1车上的驾驶技术 和MotoGP的驾驶技术一样 他在F1的成就会有多高呢? 这些故事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其实还有很多接近加盟不同车队的故事没有发生 各位又觉得哪一位车手的故事会做出最大的分别呢? 又或者各位认为哪一位车手的故事值得说一下呢?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 各位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订阅 如果想知道我下一次什么时候上车 就按下个钟和追踪我的Instagram 多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